桃園觀音發生了車禍意外 一名轎車駕駛隨意變換車道超車 撞上了對象執行的機車 騎士整個人重摔在地還翻滾了一圈 還好送醫之後沒有大礙 而這名駕駛還有騎士都沒有酒駕 相關的肇事責任還要再釐清 黑色轎車行駛道路上打了方向燈 準備超越前方小貨車 變換車道時 沒注意一面而來的機車直面相撞 機車騎士連人帶車摔倒在地 轉了一圈才停下 事發地點位於桃園觀音區廣大陸 14號下午5點左右 一名駕駛為了超車變換車道時 迎面撞上對象機車 轎車右邊後照鏡被撞到斷 垂掉空中機車則橫躺在地 於超車時不慎於對象駕駛普通機車 致黃信男子發生差撞 致黃男全身多處差錯傷 警方到場後立即交傷者送醫 警方到場後對雙方進行 酒測酒測直接為零 索性機車騎士只有多處差錯傷 沒有生命違憲 至於超車為注意路況的轎車駕駛 則要負起相關肇事責任 記者林柱強桃園報道 索性機車 公司